天气从昨天开始好转,雨停了,今天下午还出了一会太阳,天空明亮,让人心情好上许多,只是被关在家里的人,烦躁感会多起来。 毕竟从封城起,人们已经被关了近六天,五天中,不只是多出谈心的机会,大概吵架的机会也不老少。 毕竟各家老小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天天厮守一起过日子,尤其房子小的家庭,此外,长时间的不出门,大人好伴,小孩恐怕就相当难受。 不知道那些学过心理学的人,有什么办法安抚一下武汉人,无论如何,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自己关够十四天。 据说,近两天疫情或将进入爆发期,也有医生在常叮咛短嘱咐,只要家里有米吃,就是吃白饭,也不要出门,好吧,孙厅医主。 这一天依然喜忧参半,昨天,中国新闻通讯社总编辑,我的校友夏春平通过微信对我进行了采访,今天下午他带了人来拍照片。 意外的是,他送给我二十个N95口罩,真是学礼送叹,让我大喜过望。 正当我们站在文连大楼门口照相和说话时,我的同学老梗买米回来,他用很可疑的眼光打亮我们。 我觉得他甚至想用他们河南人的叫针,大吼一声,你们是什么人,为什么站在我们文连大楼门口,见他那副样子,我马上喊了他一声。 他的目光立即变得又亲切又热情,真像是久别重逢,尽管我们天天在同学群里闲扯,夏春平是历史系的。 当年中文系和历史系同住一栋宿舍楼里,所以我一介绍,他们俩也相互啊啊的开心起来,老梗在武汉和在海南,都跟我同住一个院内。 他今年也没能来得及去海南,我们同命相连,一起被困于单位宿舍的家中,老梗告诉我,院里八栋的两个感染者已经住进了医院。 如此这般,所有邻居都大松了一口气,相信在医院治疗,会比在家里隔离效果要好得多,依然祈祷他们早日康复。 送走夏春平,刚进家门,我早年写到庐山看老别墅和汉口租界的泽边小园读到我的微博,也给我送来了三包口罩,感动呀。 老朋友就是强,我的口罩一下子富裕起来,当即与昨天共同发愁缺乏口罩的同事们进行瓜分,是才同事来拿口罩,还给我带了一些青菜。 我说,这下子真的有一点患难与共的感觉了,同事家中上有老下有小,一家三代,还有病人,他必须隔天出门买青菜。 说起来也是80后,多么不容易,甚至还在操心工作。 我听他们在网上对话,说这一期的稿件要发了吧,想想武汉有这样的我们,什么样的砍过不去呢? 坏的消息自然也满天飞,前些天,看到百不停四万人聚餐消息时,我当即发朋友圈,对此批评,我的话说得很重。 说在这样的时候,社区还举办大型聚会,基本上算犯罪行为,说这话时是元月20日。 没想到,21日省里接着还举办大型歌舞联欢会。 人们的常识都到哪里去了,有多么僵化愚蠢多么不善变通多么不实事求是,才会这么做,病毒都会想,你们真是太低看我了。 对于这类事,我现在真不想多说,坏的消息正是来自百不停,他们中已经有人确诊新冠肺炎。 尽管这消息我没去进一步确认,但凭直觉判断,告诉我的人,不会说谎。 想想,那么多人的大聚餐,怎么可能没有人被感染,有专家说,这次的武汉肺炎死亡率并不高,大家都愿意信这话,我也愿意。 只是,传来的另一些信息,却还是让人后怕,元月10号到20号,那些频繁开会的人们,各自小心吧。 病毒是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的。 顺便说一下周市长的帽子,从昨天到今天,这时都在网上被人吐槽,如在平时,我可能会跟着嘲笑一番。 只是当下,周市长正领着是否众官员为抗议四处奔波,他的疲惫和焦虑,一眼可见,我推测,他甚至也想过是平之后自己将会有什么下跌。 人到此时,内疚,自责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类,他必然都有。 然而,他到底是是否首脑,无论如此,都得振作起精神去面对眼前这件天大的事情,他也是个凡人。 我听人说,周市长是很本分务实之人,口碑一直不错,他是从厄西山里一步步实干出来的,可能人生中,从未遇到如此大事。 所以,我想,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温暖点的角度来看这个帽子事件。 比方,或许他觉得,这样的寒冷天气,他戴了帽子,而总理没戴。 他比总理年轻,这么戴着,显得颇为不礼貌,于是摘下来交给助手,这样想想,是不是好一点。 就这样一点点的记录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